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北美最新上映的影片凶兆前传 也可以理解为是凶兆二 又到了考验观众记忆力的时候了 也不知道观众们还记不记得凶兆第一部是什么时候上映的 没错正是2006年 那时候我们还租路仰带看呢 不过不要紧这部凶兆前传内容相对独立 没有看过凶兆一也不要紧 就是结尾挖了一个坑 那么马上我们就来看看这部凶兆前传 好话不多说开始 故事一上来便抛下悬念 随着一位母亲惨烈的将孩子生出来 拉开了本片的悬疑序幕 画面一转 一位秀色可参的女人缓缓走来 正是本片的女主安娜 她受到了大主教的邀请来到了罗马深造 第一次来到罗马 这里的古建筑着实有些吸引她 但尴尬的是由于经济萧条 意大利正在闹罢工 社会有些动荡 但暂时威胁不到安娜 因为她所在的修道院位于偏远的山区 这里并不全都是修女 还有一些儿童 原来这里不仅仅是修道院 还是一所古尔院 但有个地方很奇怪 那就是这个叫玛丽的女孩 按理来说 她的待遇算是很好了 别的孩子都是一几岁大亢 只有这个玛丽住的是丹吉尔 但从神情上来看 她似乎有些害怕 这倒是弄得安娜有些摸不到头脑 不久后 安娜开启了修道院的生活 可没过多久 又进来一位女人 是安娜的四友 其名为罗拉 她是意大利本地人 比安娜早来了几天 不过她与别的修女有些不一样 说白了 就是有点不太本分 白天一本正经的 晚上就去泡夜店 不过也不要紧 谁没有点个人爱好呢 就这样 安娜与室友罗拉 过起了正常的生活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诡异的事也就此发生 傍晚时分 安娜在隔壁 听到了一些诡异的声音 随后她闻声而去 结果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一幕 只见刚来修道院 看到的那个小女孩玛丽 被按在了床上 并且全身臭臭 正当安娜在这纳闷呢 后方赶过来一个人 正是她的室友 显然 劳拉没有发现什么 安娜也不好意思说出来 便被她带走了 不久后 两人乔装打扮一反 就去了夜店 令安娜没想到的是 如此神圣的罗马古城 竟然也有充满欲望的夜店 几杯酒下肚以后 借着酒劲 安娜有些放回自我了 便与一名男子完成了邂逅 醒酒以后 安娜发现 自己已经躺在了床上 关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她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不过室友提醒她 还是忏悔一下比较好 毕竟昨晚你玩的 实在是太开了 也确实 现后可是修女的大击 随后 安娜来到广场 准备忏悔 然而就在此时 翻转来袭 突然出现了一名陌生男子 并告诉安娜 你来错了地方 修道院里面 有个叫玛丽的小女孩 不久后 她身边会发生很多坏事 最后告诉安娜 如果相信我的话 晚上就来圣利亚修道院 43号房间 说的安娜是云里无理 当然 她也不能相信 一个陌生人说的话 不过安娜心里 确实有点犯合计 毕竟这个玛丽 精神状态属实不太好 可随着一件事的发生 让安娜彻底动摇了 首先是安娜的室友 前两天还好好的呢 这突然间就生上孩子了 而且表情极其痛苦 不仅如此 还有一名修女 口说是为了拯救玛丽 然后在二楼引火自焚了 种种恐怖的事 让安娜觉得 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 之前那位陌生男子说的话了 便在一天晚上 找到了该男子 见到安娜以后 该男子先是做了自我介绍 此人名为查理 原来也是个神父 随后他给安娜讲了个故事 在罗马 其实有两个教会 一个是正常的 信奉基督 还有一个 则是完全反过来 也可以被称为 是反基督教 他们正在培育反基督的神 也可以称之为是新神 随后递给安娜一张照片 表示上面的这个女孩 名为玛丽 听这个名字 安娜很熟悉 没错 就是那个精神不好的小女孩 随后他告诉安娜 玛丽只是一个统称 是修道院里面 人工培育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 培育新神 直到生出男孩为之 这次叫安娜过来 就是想让他偷偷调查 修道院里面 做的那些丑事 最好是把资料都带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阻止 修道院的理行 不仅如此 还有一个截止日期 那就是6月6日 如果在这个日子之后 不阻止他们 所谓的新神降临 那就再也阻止不了了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至于怎么做 安娜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调查审了 怕找到修道院的报复 毕竟室友的遭遇 她是历历在目 那只有一种办法了 就是私自调查 这个叫玛丽的小女孩 看她到底知不知道 什么秘密 也就此 安娜偷偷地将她约了出来 并开始询问 她之前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可玛丽的回答 总是模棱两可 始终无法确定 甚至她自己都分不清 哪一部分是怎的 哪一部分是假的 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影片开头就提到了 意大利当时正在发生霸鞠 也是这个时候 学生发起了起义 修道院里面的儿童 有秩序地被撤离 可安娜在人群中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那就是她自己感觉像有恶魔 残着她 片刻过后 她像是被什么覆审了一样 神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这一刻开始 一切都变了 记得之前 安娜在夜店与男人邂逅过 本想找该男子谈谈行 可对方就是不打理安娜 甚至还非常恐惧她 还没等安娜反应过来的 该男子竟然遭遇了车祸 目前为止 安娜周围是一个寻求帮助的人都没有了 之前的那个室友自从生完孩子以后 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甚至还被教堂加冕为圣母 也是从这个举动 让安娜默认 之前那个查理说的话就是真的 修道院在借着女性培育新神 也就此 她鼓足勇气开始调查 结果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查理所说的资料 竟然被安娜真的找到了 可不料 她的举动也被修道院里面的老修女发现 随后将她滚了起来 令安娜万万没想到的是 修道院里面竟然还存在一名卧底 就是影片开头 带着安娜来修道院的司机 也是她将安娜救走了 紧接着 两人来到了神父查理家 并将资料都拿给了她 通过调查 几个人证实了 这个修道院就是在利用女性来培育新神 生出来的孩子被统称为玛丽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都能成功的 有一些畸形的孩子 当场就被弄死了 只有一个人是完成体 那就是这个精神有问题 而且叫玛丽的女孩 但还有一处细节被安娜发现了 那就是当初查理手中的那张照片 查理认为 修女手中抱着的孩子就是玛丽 但通过之前的接触 安娜发现 玛丽的头上并没有照片上的印记 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玛丽 那她会是谁呢 结果就在此时 安娜陷入了回忆 之前车祸身亡的男子 她在临死前 对安娜指着自己的头 这时候她才反应过来 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就是自己 也就是说修道院里面一共成功培育了两个容器 一个是玛丽 另一个就是安娜 这也正对上了影片开头正在生育的痛苦女子 她生下来的正是安娜 那么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6月6号 安娜一定会被修道院的人带走 因为只有她符合生育能力 此时的安娜只想逃跑 可正当她要离开的时候 身体发生了一样 片刻过后 肚子突然就大了起来 最终还是被修道院的人带了回去 当安娜睁开双眼时 自己已经躺在了手术台上 只见一刀下去 两个婴儿诞生 一个还是女孩 另一个则是男孩 也就此修道院的目的终于达成了 男孩将被誉为新世界的神 也就是新神 可随后残忍的一幕发生了 修女表示 剩下的安娜 以及刚出生的小女孩 全都骚死以绝后患 本就奄奄一息的安娜 只能眼看着大伙将自己吞噬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那个小女孩玛丽冲了过来 并将安娜以及她的女儿成功救揍 影片结尾开始挖坑上的 安娜生的那个男孩 被教会人员通过调包的方式 送往美国 她将被培育成新世界的神 而另一边的安娜 带着女儿与玛丽 隐居在了一片荒芜人员的地方 可不久后 就迎来了一位不数字客 正是之前的神父查理 她表示这件事并没有结束 所谓的新神已经被送去美国 也只有你才能与其抗衡 不过安娜表示自己并不愿意去 她只想过自己的生活 见她这么坚决 神父也只好作罢 不过最后 神父说出了安娜儿子的姓名 其名为戴米恩 戴米恩 这是反应的问题啊 也可以被称为是戴米 这个名字正是 凶到第一部里面的 那个小男孩 随着这部前传的到来 也将凶罩系列的IP重新开启 我想应该还有下一部 应该就是新神母子大战吧 会更加精彩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原品 我是马峰出电影